19米长搁浅抹香精求生育感人 救援人员讲述详细经过 4月19日上午8点左右 有渔民在浙江省向山县石浦科技园区附近海域 发现一头鲸鱼搁浅 当地政府反应迅速 9点10分 渔政 海洋 公安 消防等部门到达现场 10点左右宁波市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收到了渔政部门的邀请 希望派出专家对日特搁浅鲸鱼进行鉴定和救助 带队全城参与救援的宁波市 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经理王亮亮告诉紫牛新闻记者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救助案例 接到任务后我们组成了十来个人的小组 迅速赶往向山 王亮亮表示 救护中心经常会接到海豚 小体型鲸鱼的救助任务 去年该中心参与的浙江刮头鲸集体搁浅救援中 曾有六头刮头鲸被成功救助 不过刮头鲸体长一般只有2至3米 最大体重275公斤 和抹香精不是一个量级 王亮亮说 当时带领救护队赶到现场时 吃了一惊 我们首先对鲸鱼进行了常规的测量 发现鲸鱼体长19米左右 测躺情况下身体高度2.5米左右 尾巴也有4米多长 人站在它旁边显得极其矮小 王亮亮透露 将相关情况传给全国多位专家辨别后 确认了搁浅的鲸鱼为成年的抹香精 广西科学院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专家陈默博士 长期专注于精卫研究 他告诉紫牛新闻记者说 抹香精一般生活在大陆架斜坡 正好是海底地形突然向下延伸的地方 他们沿着这样的斜坡来回迁徙 到深海寻找食物 在中国的南海和台湾岛的东面 都有发现抹香精的记录 陈默博士说 浙江宁波的外海也有大陆架斜坡 搁浅的抹香精有可能是生活在那里 6年的抹香精可能会迷路 这头抹香精已经成年 迷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距离QK的联姻还不清楚 成年抹香精体长一般在11米到20米 这头雄性抹香精体长19米 差不多到了抹香精体长的极限了 经过专家推算 它的体重有60吨左右 据王亮亮透露 幸运的是 在检查后团队发现鲸鱼体表 并没有出现致命伤 他们便着手为鲸鱼清理一些小的窗口 经常执行救助任务的王亮亮深枝 就连体型庞大的搁浅抹香精 唯一能采用的方式 就是等待再次涨潮 然后通过牵引的方式 将抹香精拖回深海 他告诉记者 掌潮鲸鱼正的船都没法开到附近 我们刚刚赶到的时候 鲸鱼的状态还算不错 他呼吸和摆动的次数比较频繁 但经过五六个小时到了下午 随特朝 鲸鱼猎身体完全暴露在外面 表皮出现开裂流血 身体活动幅度越来越小 但依然在努力呼吸 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工程师周嘉俊 常年从事野生动植物与湿地资源调查监测工作 他在19日晚也赶到现场参与救助 周嘉俊介绍说 这头抹香精在搁浅的海域 历经了六个多小时的退潮 19日16点左右达到最低潮位 失去海水浮力的托举 他的脏气和骨骼承受到巨大的压力 鱼政 消防 蓝天救援队以及当地渔民 都一起聚集在鲸鱼的身边 不论给鲸鱼泼水降低体温 保持体表湿润 但考虑到此前并没有类似成功救助的案例 救援指挥中心抱着最坏的打算 一方面在保证鲸鱼安全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也做好鲸鱼死亡后的处置准备 当天18点左右 天渐渐黑了下来 临近掌潮 救助团队在京的围柄处裹上棉被 打上了可以方便卸下的逃生截篮绳 并绑上了红色信号浮标灯 随即撤离现场 此时周嘉俊使用无人机观测时发现 这头抹香精几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生殖器突出 我内心其实已经凉透了 数小时完全出水搁浅 失去福利的抹香精体内脏气 很可能已经因巨大自重而受损 导致死亡 但是这头鲸鱼也在努力 全程在救援现场的王亮亮告诉记者 那一刻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 但令我们很惊讶的一点是 这头鲸鱼表现出的求生欲望特别强 到21点的时候 它又有了比较强的身体动作 它的行为表现 慢慢地往好的方向发展 例如它出现了比较强的身体摆动 还有它的呼吸慢慢变的规律 这些情况也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 随后潮水在22点左右涨到最高位 救援人员开始将搁浅的抹香精 一点点往深海牵引 牵引过程中 于政部门使用了五艘大吨位的船 为了避免对鲸鱼造成二次伤害 我们强调的是尽量慢 花了约8个小时 才将它拖到了水深大概15米位置 期间我们停顿了三四次 让鲸鱼休息的同时 自行进行姿态调整 王亮亮表示 整个牵引过程其实充满风险 如果鲸鱼动作太大 牵引船只可能会出现侧翻等事故 归此于政部门还多准备了两艘船在周边守护 直到4月20日凌晨5点28分 救援人员将抹香精牵引至合适的放回海域 有网友好奇如何解开鲸鱼身上的牵引绳 王亮亮告诉记者 鲸鱼身上的绳索 都是消防员驾着小艇下去解开的 这个过程非常危险 消防员的行为真的很令人感动 脱离了牵引的抹香精 调整了自己的姿态 随后在水面游动20分钟后 俯冲下潜到了深海里 我们一直跟着他 直到他潜入海底后 海面又重回瓶颈 我们又在海面等待了半个小时后 看到没有异常状况发生 救援工作才正式结束 王亮亮勿送抹香精 逐渐回归到深海里时 天边已泛起晨光 当橙色的朝阳升起 鲸鱼下潜时船上的救援人员 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最后大家聚在一起合影留念 为这次行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陈默告诉紫牛新闻记者 抹香精搁浅的事件并不罕见 很多国家都遇到过 但是抹香精搁浅 却又活着回到海里的案例是非常少的 因为抹香精的体型很大 发现他们搁浅的时候 往往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陈默认为这次能够救援成功 有一些幸运因素在内 还有救援人员选择的方案和工具都比较恰当 陈默告诉紫牛新闻记者 这次成功的救援案例 为今后救援大型精类提供美友谊的借鉴 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做出适当的决定 抬取合适的方法和设备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抬取什么样的拖行速度 拖行的过程中 鲸鱼是不是有阴机反应 出现阴机反应时怎样处理 怎样保证鲸鱼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最后成功把它放回海里 并且进行一段时间的观测 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周嘉峻表示 如果这头鲸鱼未来没有二次搁浅 救助这么大体型的 搁浅在陆地上那么久的鲸鱼 全世界基本上也没有成功案例 周嘉峻告诉紫牛新闻记者 这次救助行动最大的遗憾 是没有能够给这头抹香精 安装定位信标 无法跟踪他的后续动态 因为没有条件装信标 所以目前对他没有比较好的监测方法 只能依赖以后 由传言提供怒激观察数据 希望这条抹香精 没有受到严重的气质性损伤 尽快恢复健康